水保局台中分局 这一位杨夕秘书涉嫌集体喝花酒 遗迹收费被收押 其余涉案水保局公务员一共9名 以20万到60万不等交报 检警大阵仗上门搜索 水保局台中分局约谈将近50人 揪出官员接受贿赂证据 公务员跟厂商不当的聚会 不当的关系连结一年应酬 喝花酒甚至新招待 算对象包含公务员工程厂商 以及顾问公司 涉嫌到台中五全路店家喝花酒 知情人士指出水保局人员 疑似经常在这一个酒店消费 可是最后是由厂商买单 他们会先跟承办人员打个招呼 多种的默契来取得 这个承办人员的一个喜欢 有时候请他喝酒 或者送些礼物避免 失座的时候不要被凋难 知情人士解释 通常发生在偏远山区工程 假设有四家厂商 A厂商得标 其余三家都会赔标 取得标案前 常会以轮流得标方式讲好 避免恶性竞争 但是要看这个工程的难易度 还有握力的程度 总工程款得那个10% 公务员集体涉摊丑闻 如何被揭发 去年我们分局还在这边服务的 林姓的特长 仪式跟内部的计划注点的小姐 发展出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进而揭露官商弊案 意外牵扯出多人 集体接受招待 甚至检方也不排除 涉案人士会持续扩大 三立新闻 曹盛章 李建盈 台中报导